所有的投资者他们最相信的是投资没有共产党后的中国 这是真的是他们最承认 就对我的信任和对中国这个市场和14亿中国人这个市场 但是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后 这个市场绝对影响世界命运的 不管有没有共产党了 中国的14亿人的市场和生产能力供应链 今天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中国一隔离全世界的从脏 中国继续隔离世界经济就崩塌 这就是现在其他要做的事 那你去想想未来的科技 所有的科技最大的科技最后变成什么 科技产品叫科技产品的商业价值 所有美国就短短的一周 就像苹果 谷歌 是吧 这iphone这些东西 一下子七万亿美了 七万亿美元完了 首先绝大原因就是跟中国的业务 那科技产品 科技变成产品 再变成商场和应用 要应用 这是为什么他觉得七亿亿亿亿 既没有产品了也没有应用 中国市场 中国又占了全世界40% 应用没了 科技产品应用 到最后变成经济 几乎它是一个杠杆作用 大家都知道 像苹果什么的 全世界都是在20倍30倍的杠杆 金融市场里面 所有投资GTV和机械都知道 我等待着你 我今天给了你一个种子 我希望在你手里 未来能开出花 长出地 长出一片田 甚至在这个地方允许我 永远每年春耕秋收 继续下去